大家好我是Yu Young 今天繼續來用一個拍照的觀點來介紹手機 今天我們想要來介紹的是 這支在外型上面頗有亮點的OPPO Find X 它有一個很高的螢幕佔流比例是93.8% 那也有一個很特殊的螢幕升降機制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看這支手機吧 既然以拍照切入 那我們還是先來介紹一下FINE X的相機 FINE X本身來說 後鏡頭是以一組雙鏡頭來組成 那它是有一顆1600萬畫素 跟一顆2000萬畫素的鏡頭來搭配 它在拍攝的時候是透過後面的處理 然後再讓兩顆鏡頭完成一張照片 OPPO在R9S後都沒有一個相機放手震的功能 那FINE X這次又把它加回來 在低光上面來說有了防手震的功能 我們可以來達到更有效的一個拍照成功率 那麼前鏡頭方面它是一顆2500萬畫素的一個鏡頭 前後鏡頭都有AI的辨識 不過在前鏡頭方面 它會比較著重在一個臉型的修飾 或者是一個美顏的創造 這樣子的AI的處理上 正式開始介紹相機之前 我們還是先來聊聊關於這個特殊的 相機升降機制 其實這個升降機制相當快速 從打開APP到更是開始拍照 只要0.5秒的時間 那大概就是說你開啟APP之後 拿起相機準備構圖 所以其實這個時間 並不會造成你拍照上面的困擾 其實這個機制也在這支手機裡面 扮演了很重要的一個角色 為什麼這麼說呢 是因為FINE X本身它沒有指紋辨識 你必須要仰賴鏡頭升起 來做一個人臉辨識 來做解鎖的一個狀況 我自己使用的經驗是 它大部分的辨識都是很快速 而且成功率很高 不過在有些狀況下 比方說比較昏暗的一個地方 像是咖啡廳 有時候會比較不穩定一些 這可能是因為我不一定 有把我的臉或者是眼睛 對到鏡頭的這樣的一個狀況 這個升降機制 很多人會擔心它的防護性 其實原廠也有提到說 因為升降的關係 所以它不能做到IP68 這麼強的防水防塵 另外如果相機在開啟的時候 偵測到一個掉落的一個狀況 它的相機會自動收回去 然後在相機的APP上會顯示說 因為感應到掉落 所以先把鏡頭伸縮回去 這個升降機制 我們一般會去擔心它的耗電 還有它的耐用度 那原廠提供的數據是說 這個機制它可以使用 超過30萬次以上 如果說你每天 讓它升降150次的話 你是可以使用5年的 那原廠也有提供一個數據說 每升降200次 電力只會消耗1% 所以理論上在耗電量 我們也是不用擔心的 FiveX的拍照模式非常齊全 除了一般的拍照跟錄影功能外 其他像是縮時攝影 慢動作 全景模式它都有具備 比較特別的是 Obo特別將兩個拍人有關的模式獨立出來 那是專屬的人像模式 跟一個可愛的萌拍 另外FiveX也有相當完善的專業模式 它可以完整的控制攝影參數 讓這樣子的拍照既可以輕鬆 也可以專業 剛剛提到了相機的基本規格 那其實FiveX也支援了現在時下 所流行的AI辨識 它其實在很多場景上面 都能夠做有效的辨識 然後來做最佳化 我自己來使用來說 在美顏啊 然後美食 還有就是在戶外人像上面 它的辨識速度 還有它的成果都相當不錯 不過在這其中 我覺得人像還是我感到最好的一個部分 包含像是它的膚質啦 或者是一些膚色的演繹 我認為都是在手機裡面 相當優秀的一個表現 我覺得OPPO在相機上面的成像方面 我覺得人像還是它擅長的地方 以FiveX來說 它的前鏡頭不只是只有前鏡頭 它還有一些輔助的鏡頭跟偵測器 它能夠建立起一個 我覺得是一個滿完整的3D模型 如果你用一般拍攝的模式 然後選用前鏡頭來自拍 它裡面在所謂的美顏的設定裡面 你可以看到說你可以增加一個 就是專屬你臉的模型 那你透過掃描之後 可以做一些比方說 臉型啦 或者是顴骨 眼睛 甚至是下巴的這些細部的一個雕塑 那透過這些雕塑保存之後 你就可以有一個專屬你自己的美顏模式 那接下來不管你跟誰來拍照 或者是畫面裡面有多少人 你都能夠擁有專屬你自己的美顏的效果 由於FiveX的螢幕佔比高達93.8% 對我來說 我覺得這麼高的一個螢幕佔比 可以拍攝一個滿有趣的題材 叫稱之為透視風的拍法 那什麼是透視風的拍法 是因為這個邊框因為很窄 所以你透過一些適當的安排 可以做出類似類似的效果 OPPO在相機上面跟其他Android手機比較不一樣 它並不是在相機APP裡面直接設定的 它需要進到設定系統應用程式 相機中來做設定 不管你是要來設定輔助隔線 快門聲音或者是要不要遷入地理資訊 都是在這邊進行設定 另外你也可以來決定說 是不是要來加上輔水印 以我個人的使用習慣來講 我會建議把輔助隔線 還有地理資訊這兩個選項打開 為什麼呢 因為輔助隔線的話可以幫助你構圖 那地理資訊的話可以幫助你在 比方說像打卡啦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分享上面 能夠讓人知道你的位置 然後這樣會比較方便一些 整體來說 我覺得Find S 它在AI上面辨識跟演算 另外它也用了不錯的一個相機硬體 因此在畫質上 我個人給予一個水準之上的一個評價 我同時也認為說 其實Find S本身在拍照價值上面 最好的一個部分是人像 以我一個攝影師常年拍攝的經驗來說 我覺得在人像拍攝 你除了要做一個事前的引導 還有當時後的拍攝的一些準備之外 後面的這些修整是很重要的 但是也相對的很花時間 所以其實就OPPO FIND S來說 我會認為你在拍攝人像的時候 它已經給予你一個很不錯的膚質 跟很不錯的膚色 不管你是要直接分享 或者是說在做更進階的一個修片 我認為這個是OPPO在人像上面 所做的一個很理想的一個努力 由於Find S的螢幕使用AMOLED 它的特性上在顯示會比較鮮豔 所以其實實際上拍出來的照片 會比在手機上面觀看的稍微淡一點點 我希望Find S在未來的系統更新後 能夠在針對螢幕的特性上面 有做細部的調整 或者是能夠做自行校色的一個選項 一般說來我會建議使用 相簿裡面內建的編輯功能 使用自動增強這個功能 不管是在電腦 或者是在別的裝置上面觀看 落差都會比較小 我自己在使用Find S來拍照的時候 有時候會發現到它的顏色的表現 並不是很穩定 我在猜測可能是自動白平衡的 一個處理上面比較不穩定 那以我自己來拍攝的狀況來說 我的建議的解決方法是 如果你有發現到這個狀況 可以使用內建的濾鏡來進行拍攝 為什麼這樣建議呢 因為內建的濾鏡 我認為它的一個完成度相當高 那透過這些濾鏡 其實你也可以拍出完成度很好 然後也蠻有氣氛的一個照片 那也可以讓你在分享照片的時候 有蠻不錯的成果 如果你很常拍攝家人啊 或者是另一半 甚至是你自己的小朋友 我會認為Find S是蠻值得推薦的 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其實你在人像的這些題材來拍攝 要捕捉人的自然的一個表情 是非常重要的 那這個時候如果你戴的是一支手機 在出現這些表情的時候 你就可以很自然的把它捕捉下來 所以如果你是打算用手機來拍攝一些人像啦 或者是說你很喜歡自拍 那麼我覺得OPPO FINEX 這還蠻值得推薦的選項 我是Yu Yang 這是我對於FINEX這支手機在拍照上面的個人觀點 如果你有你的看法 不妨留言讓我知道 那麼我們下支手機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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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